一道舵下又肥又厚的豬肉 国内民众吃台湾猪早已习惯 如今美国猪肉 传出新政府上任后 也有可能进口台湾 南部农业大县立委 迥字写在脸上 开放如果是未来要走的一条路 但是政府一定要有配套 国内是一个重大议题 不只是农业 还有食品健康的问题 还没有上谈判桌之前 我们要做充分的准备 立委说起话来 全都保守许多 但养猪大本营 云林县的立委 还做过两届云林县长的苏志芬 脸书表态有条件支持开放 面对美猪来势汹汹 苏志芬以云林县长经验 谈到这几年 云林养猪业者互相约束 不使用瘦肉精 还建议既然挡不住 是否现在就是改革契机 列举五项建言 希望520后的林全院长 可以听下去 2012年苏志芬曾经跟花妈 赖神一起发声明 反瘦肉精美牛 过去反对 现在有条件支持 被认为民进党在美猪议题上 风向已经改变 但基层养猪户可不同意 扬言上街抗议 美猪开放浪潮来袭 小营政府在520前不只抛出风向球 相关重量级人士陆续表态带风向 但有没有办法让美猪政治后座力 在520后递减恐怕难度不小 谢谢又是今天好 台湾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